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375集 轰隆 旁边连绵黑色山脉忽然动了 整个直接站了起来 这是一头单单主要身体长度 就达到60公里 它的四体肘 每条体肘最粗的大腿为止 足有6公里粗 体肘最细处也有3-4公里粗 简直就是四根天柱 比喜马拉雅山要高得多 那冰冷暗金色的毛子 每一个毛子都堪比大型湖泊 就仿佛两颗暗金色太阳盯着下方 真可怕 我自己看都觉得金角巨兽够可怕的 磨砂族罗锋抬头看着金角巨兽 嘀咕着 宇宙中有大量形态的生命 每种形态都分出无数种族 所有生命种族中 金角巨兽都能拍在最巅峰 单单这体型 蕴含的可怕力量 纯粹蛮力 就能越两三阶击杀人类武者 加上天赋秘法 现在有修炼本尊天地 就算是我这魔杀族分身遇到金角巨兽 也只有逃跑 魔杀族罗锋低谷 和金角巨兽比 或许暗杀魔杀族强 可是正面厮杀就差得多了 金角巨兽天生的强悍的体魄 以及天赋秘法 令他无比汉勇 那高大犹如黑色山脉 金角巨兽 仰头发出一声低吼 吼声令天地震动 随即 他身处有体爪 魔杀族罗锋拿出一颗雪罗精 放在他体爪上 金角巨兽 那宛如两颗太阳般的双眸 俯瞰着体爪上的雪罗精 随即 体爪刷得弹出根根力爪 一握 那锋利犹如巨型战刀的力爪 划过右踢掌心 顿时 树片黑色鳞片被切割破 丝丝鲜血渗透出来 金角巨兽小心仪通过念力 操控哪颗雪罗精 雪罗精轻轻移动在这伤口上 伤口足有11米长 雪罗精直接掉进伤口中 无形力量迅速传入金角巨兽体内 轰隆 杀 杀戮一致冲入体内 金角巨兽的意志就是罗锋的意志 意志凝犹如磐石 犹如战刀 这点杀戮意志根本撼动不了意思 吃吃 倒倒雪丝能量从雪罗精中流出 沿着右踢掌伤口 迅速冲入金角巨兽 筋骨肌肉身处 顿时 那右踢掌开始了一些特殊变化 踢掌上的鳞片 利爪都在不断发生变异 内部筋骨肌肉也在变化 一切是那般熟悉 短短片刻 一切结束 融合第一颗雪罗精成功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念力仔细探查着金角巨兽分身的每一处 震惊不已 怎么就 怎么就右踢掌发生变化 金角巨兽也低了头颅 按金色双眸仔细观看着右踢掌 刚刚是融合了一颗雪罗精 可是 和人类融合雪罗精完全不同的是 那颗雪罗精内蕴含的神奇之力 只是令金角巨兽的右踢掌产生一些特殊变化 而金角巨兽 其他身体部位 比如身体躯干 翅膀 其他三条体爪 尾巴 头颅 都没有丝毫变化 靠 不会吧 难道是 站在金角巨兽身侧的磨砂卒罗峰 看着高大犹如山脉的金角巨兽 顿时眼睛一亮 难道 是身体太大的缘故 一桶水够一个人洗澡 可以条湖泊的水 才够金角巨兽洗个澡 估计就是这个道理 金角巨兽身体太大 筋骨肌肉细胞等等 太多太多 要让所有筋骨肌肉皮肤都发生变化 所需要的雪罗精之力非常多 所以 一颗雪罗精 仅仅能够覆盖右踢掌 连肘弯都覆盖不到 罗峰也猜出来了 轰隆 金角巨兽挥动它右踢掌 驱动右踢掌中 蕴含到那雪落之力 只见右踢掌上浮现简单的雪红色密纹 右踢掌对宇宙本源之力的操控更加清晰 扑底下 凌空一抓 令大地直接被抓出一条长数十公里沟壳 果然是更加容易 一爪 威力提高了 约有两三成 既然如此 如果下面融合其他踢掌 估计其他踢掌或者尾巴 也仅仅提高两三成 既然如此 不如将强的弄得更强 罗峰瞬间做出决定 继续融合第二颗 让强者更强 让优势更加扩大化 黑衣罗峰将雪落精放在金角巨兽又踢掌掌心 金角巨兽那巨大无比的暗金色双眸 死死定了掌心 而后再度利用利爪滑破掌心灵甲 吃了一下 灵甲滑破 鲜血渗透出 再度碰出那颗雪落精 一切和罗峰预料的一样 在那杀戮意志冲击被抵抗之后 那雪丝神奇之力 灌入右踢掌中 直接开始对右踢掌的筋骨肌肉铃甲 进行了深层次改变 这种改变的范围 刚好和第一次雪落精能量 所复杂的范围完全一样 仅仅将右踢掌 甚至远远都没有到肘弯部 当一切变化结束之后 金角巨兽再度驱动右踢掌中 郁寒的神奇之力 同时挥动右踢 右踢掌 比没有融合之前 威力提高了五成左右 和之前人体融合雪落精完全一样 唯一的区别是 人类融合雪落精是覆盖变全身 而金角巨兽 仅仅只是改变一个右踢掌 继续 融合第三颗 融合三颗被称之为雪无者 应该会有些特殊变化 罗锋期待着 第三颗雪落精 躺在右踢掌掌心的灵甲上 随着黑死灵甲 被锋利的利爪刀封给划破 鲜血流淌经过雪落精 再次融合开始了 金角巨兽巨大头颅 俯瞰着右踢掌 期盼地观看着 右踢掌发生巨变产生的痛苦 以及金角巨兽生理特性 完全能够控制痛苦所辐射范围 仅仅片刻 第三颗雪落精也完全消失 融合近右踢掌 驱动 金角巨兽催动右踢掌内潜伏的那股神奇之力 顿时 踢掌临甲上浮现出来雪色密纹 融合第一颗使 雪红色密纹很简单吸收 融合第二颗使 复杂一些 浮散范围扩大一倍 此刻 已经融合了三颗 灵甲上的雪红色密纹又多了很多 而且这些密纹仿佛形成一个整体 很是完美 轰隆 又踢掌猛的连空挥动 引动宇宙金之本源法则致力 一找出 无形气浪震荡起来 可怕的冲击波 直接将远处山脉给整个轰的爆炸开 大量金属块乱飞 和眉戎和比 感应提高一倍 和宇宙本源契合度也提高了一倍 金角巨兽不由仰头发出咆哮 磨砂族分身明明感无敌 可发挥出来的却很强 金角巨兽分身没这种能耐 金角巨兽攻击力强 则是因为天赋秘法 天生强悍身体 本尊天地秘法等 而在法则感悟上 或许有些优势 可是 在战斗时 却无法发挥出 远朝感悟的法则之力 而现在 对金之本源 对其他各种本源感悟都提高了一倍 连战斗时威力都能提高一倍 虽然说和磨砂族分身 提高数十倍没得比 可以够彪悍了 感悟提高一倍 威力提高一倍 罗锋激动 融合三颗就是雪无者 雪无者比常人感悟更高一倍 战斗时候威力更强一倍 继续融合第四颗 雪落精的功能实在是太腻挺 感悟提高 威力也提高 虽然每颗雪落精增加都不多 可量积累起来还是很夸张的 要知道 如磨砂族分身等宇宙中一些特殊天赋族群 那都是那些族群的特殊能力 金角巨兽走的是暴力流 磨砂族分身擅长的空间暗杀流 而雪落精却是对各种本源法则感悟都能提升 都能令人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真不知道这雪落精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金角巨兽继续融合第四颗雪落精 依旧是融合在右提爪上 而这次 当金角巨兽驱动右提爪那股神奇之力时 右提爪上浮现的雪红色密纹又多了一些 可这次感悟程度稍微提升一些 威力也稍微提升 提升不明显 远没有前三颗融合时提升明显 继续融合第五颗 融合第五颗之后 一旦驱动了神奇之力 右提爪的雪红色密纹变得更加复杂 对于宇宙本源的契合和施展石都有所提升 第六颗 第七颗 第八颗 幸好我这雪落精足够多 那神殿特使供应给我十颗雪落精 否则金角巨兽还没法融合十颗雪落精呢 黑一罗峰站在一旁 观看着前方高大无比的庞然大物 金角巨兽开始融合第十颗雪落精 融合十颗雪落精 如果是人类 那就是黑武者 黑武者在雪落大路头设传说 属于人类融合雪落精最最颠覆那种呢 不知道金角巨兽融合十颗雪落精会怎么样 开始吧 吃得下 金角巨兽的利爪刀锋 滑过又提爪掌心灵甲 灵甲被划破 第十颗美丽无比的雪落精 躺在掌心上 瞬间被念力操控着落在伤口上 鲜血和雪落精碰触的一瞬间 便融合开始了 更加疯狂的杀戮意志产生 融合十颗时的杀戮意志都很一般 影响不到我 远远无法跟那煞气漩涡的杀戮意志相比 对筋骨肌肉的改变 虽然现在也很疼 可依旧在承受饭 额 金角巨兽发吹声痛苦比叫声 吼声震天 卧槽 黑衣罗锋都疼得直接单膝跪下 而在去坑之斧中 地球人本尊罗锋 也是双拳紧握砸在地面上 疼痛的额头 汗珠不断滚落 嘶嘶咬着牙齿 太疼了吧 简直 简直 又提早瞬间产生的疼痛 直接作用在圆合灵魂上 三大分身是共同一个灵魂 当金角巨兽疼痛的嘶吼时 磨砂族分身 地球人本尊 同样疼痛的要命 这种疼痛已经超越了肉体层次 甚至于 灵魂意识 独发控制的疼痛 直接伸入灵魂 金角巨兽作为直接承受体 疼痛是最强烈的 整个身体都控制不住的疯狂在金属大路上飞起来 横冲直撞起来 一座座起伏的金色山脉被撞得裂开 地面上被撞出一个数十公里深的大深沟 在金角巨兽无比痛苦的同时 那右提爪的灵魂变成了淡金色 灵魂魂都似乎变得更薄了一些 右提的利爪也变成淡金色 而且那宛如战刀般的利爪刀锋边缘 因有着无比微小密纹 痴痴 灵魂魂恢复成黑色 利爪也恢复成原样 疼痛感也缓缓消散 黑衣罗锋长出一口气 站至身体 巨坑之腹中的罗锋也长出一口气 金角巨兽也趴在地面上 许久才缓过来 早知道融合十颗雪楼镜会很特殊 可痛苦成这样 罗锋也很无语 意志弱的人 单单这种痛苦 恐怕就能魂飞魄散而死 金角巨兽轰隆隆站起来 挥动它的宛如天竹般的幼蹄 同时驱动蹄爪内潜伏的神奇之力 当神奇之力驱动的瞬间 金角巨兽的幼蹄爪表层灵甲 瞬间发生巨变 灵甲筋骨肌肉 利爪等等在内的最根本的基因 都在迅速发生变化 这是物质构成 发生了最基本的变化 这种变化显现在外面 就是幼蹄爪灵甲变薄 变成了淡金色 那肌肉都变得阴影粗壮了也好 里面的血管都变成淡金色 而幼蹄爪最锋利的利爪 也变成淡金色的战刀般的利爪 利爪刀锋上 还有着肉眼几乎法看清的密纹 同时 整个淡金色幼蹄爪上 还浮现在血红色密纹 无比复杂且完美的血红色密纹 整个形成完美一体 这 这 黑衣罗锋 罗锋本尊都震惊了 金角巨兽低头观看着右蹄爪 能够清晰感觉到 右蹄爪中蕴含的不可思议力量 随即猛的一挥爪 对宇宙本源的感应 法则的发挥 都是融合前的三倍 罗锋的意识 能够清晰感应到 金角巨兽右蹄爪发生的巨变 这 这还在我的想象范围内 可是 现在这右蹄爪本身 竟然 竟然基本结构发生了变化 普通的碳 是碳原子构成 金刚石 也是碳原子构成 结构发生变化 外表呈现的威力 也会发生迥异变化 而在融合诗壳雪落精之后 那股神奇之力 似乎本身发生了一次蜕变 蕴含了某种特殊功效 竟然直接改变了 右蹄爪物质构成 不但内部改变 令外部鳞甲颜色 都变成淡金色 好强的力量 这右蹄爪力量 都赶得上 蜕变前金角巨兽的 身体总的力量呢 金角巨兽轻轻挥动 右蹄爪 每次都引起空气震道 金角巨兽身体何等庞大 它的力量 更主要是来源于 庞大的身躯 和身体差不多长的尾巴 那无比巨大的 领甲翅膀 和四条蹄爪 而现在 单单一个 右蹄爪蕴含的力量 就媲美之前全身力量 这什么概念 天赋秘法强化 是令我力量增加一倍 而右蹄爪蕴含之前 全身力量 我若是能够完美操控 全身之力 一爪挥除 不就是等于 蜕变之前 全身两倍之力 右蹄爪的蜕变 在力量方面 就等于是一个 天赋秘法强化呀 罗锋震撼了 雪落精 诡异可怕的雪落精 不单单是在 在宇宙本源 各方法则方面 现在 竟然对身体 基本构造 都进行了一次蜕变 其实在第一次融合时 罗锋就感觉到 这雪落精能量 是能够改变身体基因的 能够让身体 瞬间变成或是兽人 或是领甲人 或是 可那仅仅是融合过程 一旦融合结束了 就恢复正常了 虽然罗锋一直怀疑 雪落精有其他能力 可却一直没有发现 融合三颗没有发现 融合十颗雪落精 罗锋才发现可怕能力 金角巨兽这右踢爪 本身得提高最起码十倍 才能媲美之前 全身所有力量吧 罗锋暗叹 这次接雪落世界人物 真的是来对了 融合十颗雪落精 金角巨兽最擅长的身体力量上 增加了一倍 法则感悟 法则威力发挥 则是过去的三倍 整体失力 的确飙升了很多 继续融合 那黄兽七牛 都能融合十二颗 我这金角巨兽分身 应该能融合更多 罗锋此刻无比激动 各位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